习云专家告诉你 不少女性在体检中被查出有卵巢肿物 有些患者听到此消息如今受晴天霹雳一般 觉得自己得了卵巢癌 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卵巢肿物到底是不是肿瘤呢 与卵巢癌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现在本文为您简单地介绍一下 卵巢肿物和卵巢癌都是与卵巢相关的疾病 但它们之间存在一些区别 卵巢肿物是指生长在卵巢表面或卵巢内部的肿物的总称 它包括非坠生性卵巢肿物以及坠生性卵巢肿物两大类 其中非坠生性肿物是非肿瘤性的 此类均为良性病变 坠生性肿物就是卵巢肿瘤 此类肿物可根据其良恶性分为良性 交界性及恶性三类 其中的恶性肿瘤才是卵巢癌 卵巢肿物通常是指在卵巢上发现的任何异常物质 包括囊肿、瘤子、吸肉等 这些肿物可以是良性的 也可以是恶性的 良性卵巢肿物通常不会引起症状 而恶性卵巢肿物则可能会引起腹痛 腹胀、食欲不振、体重减轻等症状 卵巢癌是一种恶性肿瘤 起源于卵巢的细胞 卵巢癌可能会扩散到其他部位 如子宫、膀胱、直肠等 卵巢癌的症状可能包括腹痛 腹胀、食欲不振、体重减轻、尿贫、便秘等 如果您有这些症状 请尽快就医 治疗卵巢肿物和卵巢癌的方法 取决于肿瘤的类型 大小、位置以及患者的年龄和健康状况 对于良性卵巢肿物 治疗方法通常取决于肿物的类型和大小 如果肿物较小 可以通过腹腔镜手术进行切除 如果肿物较大 可能需要开放手术进行切除 术后 医生可能会建议患者进行定期随访 以确保病情没有复发 对于恶性卵巢癌 治疗方法通常包括手术切除 化疗、放疗或把向治疗等 具体的治疗方案 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制定 手术切除通常是恶性卵巢癌的首选治疗方式 可以帮助减少肿瘤负荷 并且提高治疗成功率 化疗、放疗或把向治疗等其他治疗方式 可以帮助减缓肿瘤的生长和扩散 虽然无法完全预防卵巢肿物和卵巢癌的发生 但是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降低风险 一、定期进行妇科检查 定期进行妇科检查可以帮助及早发现卵巢肿物或卵巢癌的早期症状 从而及早采取治疗措施 二、健康饮食 健康饮食可以帮助降低患卵巢肿物或卵巢癌的风险 建议多吃新鲜蔬菜 水果、全骨类食物和低脂肪奶制品 少吃高脂肪食物、加工肉类和红肉等 三、保持健康的体重 肥胖可能会增加患卵巢肿物或卵巢癌的风险 保持健康的体重可以帮助降低风险 四、避免吸烟和饮酒 吸烟和饮酒都可能会增加患卵巢肿物或卵巢癌的风险 因此,建议不吸烟和不饮酒 五、避免长期使用激素类药物 长期使用激素类药物可能会增加患卵巢肿物或卵巢癌的风险 如果需要使用激素类药物,请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并且定期进行妇科检查 总之,采取上述措施可以帮助降低患卵巢肿物或卵巢癌的风险 但是并不能完全预防 因此,建议定期进行妇科检查 以便及早发现和治疗任何异常情况 喜运专家建议,卵巢肿物所包含的疾病种类繁多 卵巢肿瘤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卵巢恶性肿瘤更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因此,当您得知自己有卵巢肿物时,不用过分担心 及时到医院找专业医师为您诊治 尽早判断其量恶性才是最好的选择 但也不可因为卵巢肿物没有给您带来不适感而忽视它的存在 因其具有恶性或向恶性发展的可能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才是其治疗成功的关键